早安YouTube 我是成元 おはようYouTube 藤原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我會用簡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演了秒懂的日文知識 這次我們要來看那行的片甲名 那、に、ぬ、ね、の では 始めましょう まず 那行阿段的那 我們可以說甚至比片甲名的那還要單純 要記這個字可以記 knife 這個單字 是外來語 knife 也就是刀子來的 去日本旅遊的人偶爾會買蛋糕或者是水果 跟飯店借刀子的時候就會用到這個字了 一的片甲名我們學過了 ふ的話是哈行第三個字的ふ 第二個 那行一段的に 這個字跟平甲名很像 只是把旁邊那根去掉而已 而且還跟我們的二相似度高達87% 對於我們來講相當好記 所以就不搭配單字了 沒有啦 還是舉個單字好了 可以記news 是外來語 news 也就是新聞來的 包括網路上、電視上的新聞 都可以用這個字來講 由於第一個假名是 所以是發new的音 發長音 然後再加上一個沙行的詩 我們前面都有介紹過 第三個 那行無段的nu 長得還蠻像右的 nu開頭的字不多 我們可以記nga這個字 是外來語nga來的 是牛嘎糖的意思 這個字的話 要送朋友牛嘎糖的時候可以使用 也可以複習 嘎的片甲名跟長音 第四個是那行A段的ne 這個字的話可以搭配neiru 也就是外來語ngel這個字 是指甲的意思 美甲其實蠻常講的 記起來也可以稱讚女生的美甲 算是蠻常用的 這邊有出現一個lu的片甲名 也可以先記 最後是那行歐段的no 這個字筆劃相當簡單 可以記ngnodo這個字 是外來語ngnote來的 是筆記本的意思 有時候這個字可以直接取代筆記型電腦 當然也可以在後面加上電腦 變成nodo pasocon 脫的片甲名我們上次介紹過了 各位再複習一次 這個筆記是指上課 或是工作用那種註記 小便簽的話是memo 日文片甲名是memo 這邊順便補充一下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單字 說真的 我已經掰不出什麼故事了 這些字根本沒有什麼關聯性 欸 你看我買了一把刀 knife 什麼啦 怎麼跟這個新聞 news 上面的刀 knife 長得一樣 你買這個刀 knife 要幹嘛 我買來切牛軋糖 nuga 對啊 為什麼牛軋糖 nuga 要切啊 因為人家剛做了美甲 neiru 不能用手啦 喔原來是這樣 我要做個筆記 nodo 這次的功課一樣是把以上的字 先寫一次片假名 在片假名上面標上羅馬拼音 旁邊寫上它的外來語跟中文意思 傳到我的IG私訊 我會免費幫你看有沒有寫歪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這可以讓我更有動力繼續製作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這樣子 天下